他们开辟了中国少数民族使用文字的先河 他们是隋唐帝国的敬敌 他们是继匈奴阿提拉之后 再次开启西方人战争梦魇的东方铁骑 倾听突厥 从大草原走向东罗马 这个给周边国家带来无穷麻烦的奥斯曼帝国 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仍然选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并且很不明智地站在了德奥一方 战争的结果众所周知 奥斯曼作为一战的战败国 不仅丧失了原有的蜀国 而且本身也面临着被协约国瓜分的现实 在民族威王的历史关头 将军出身的凯默尔挺身而出 于公元1920年建立了由爱国者组成的国民政府 将各地的游击队改编成一支强大的正规军 经过两年多的苦战 击退了希腊侵略军 迫使协约国于公元1923年7月 与土耳其重新签订了洛桑条约 恢复了土耳其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 睁开了牛眼一般大的眼睛 为教条主义付出了血的代价的土耳其人 从此义无反顾地汇入了学习先进文化 走向民主科学的洪流 公元1922年之后 凯默尔废除了苏丹封建制度 将护权协会改组为共和人民党 高阳苏丹穆罕默德六世与其幼子 登上英国军舰逃走 奥斯曼帝国从此灭亡 公元1923年10月29日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 凯默尔无可争议的当选为首任总统 共和国建立后 把首都改在了土耳其中心地带的安卡拉 驱逐了所有的奥斯曼王室成员和最后一位哈里巴 废除了以可兰经为基础的法律体系 以罗马字母代替了阿拉伯字母 取消了义夫多妻制 鼓励妇女不戴面纱 并赋予他们选举权和进入议会的权利 甚至抛弃了世世代代惯用的土耳其服装 而改穿西服 使土耳其变成了政府与教会分离的世俗国家 在伊斯兰世界中率先步入了欧化的现代社会 西亚并赋土耳其就走上了真正的民族复兴之路 而东亚并赋中国在摆脱封建制度后 却陷入了军阀混战的泥潭 继续着任人宰割的悲剧历史 凯莫尔得以名垂青史 当时间走入近代 曾经的巨人伊斯坦布尔已成废都 尽管他已经显得衰老了 并在纽约、东京、上海等新兴强者面前 露出了气喘吁吁的窘态 但他脸上的每一道皱纹 都藏着一个动人心魄的故事 每一个故事都足以让人听上很久很久 难怪到土耳其旅行的外国人 第一站不是首都安卡拉 而是这座老城 也难怪这座古老都城余晖的苍凉 在旅行者不厌其烦的底片上不断闪现 需要知道的还有 土耳其人主要有突厥人 与当地的希腊人、波斯人、亚美尼亚人 长期融合而成 土耳其的字面含义就是突厥 蒙古统治中亚后 为了补充兵员 突厥人被源源不断的征兆入伍 随着蒙古帝国的分裂 突厥人相继占据了闲要位置 其中西茶河台境内 一只骑着战马 身披铠甲的勇士赶死盾 一路南下 从新德里到大马士阁 留下了座废墟 条条写河 甘死队的首领 自称为成吉思汗的后裔 他叫铁木尔 公元1336年4月8日 生于撒马尔干以南的可石城 金绿城 铁木尔朝的史学家企图 把他的家谱追溯到 成吉思汗的一位伙伴 甚至亲戚 事实上 他是纯正的突厥人 出身于河中突厥 巴鲁拉斯部的一个贵族之家 当时巴鲁拉斯部还统治着可石 铁木尔从小就梦想成为一名 伟大的勇士 青年时期 一次剑伤 造成他的右腿残疾 这使得敌人有理由 送了他一个瘸子铁木尔的绰号 元朝灭亡的第二年 即公元1369年 铁木尔杀死西查河台苏丹 自立为大汗 随后 他用十年左右的时间 完全控制了河中地带和花辣子模 以成吉斯汗为偶像的铁木尔 力图征服整个世界 他对外宣称 因为宇宙中只有一个真主 因此人间只能有一个帝王 三十余年间 他多次领兵远征 夺取了伊朗和阿富汗 占领了美索不达米亚 洗劫了清查韩国首都萨莱 攻陷了德里苏丹国 最辉煌的一幕发生在公元1402年 他在小亚西亚的遭遇战中 将骄傲的奥斯曼苏丹 巴叶继德二世俘虏 据说卓锦秀 石家瑶 成骏马 雍美赴 施铁木尔的征战目标和生命享受 他们怀着闯进篱笆 进行掠夺和带着战利品逃跑的古老冲动 冲向敌人 如摇鹰扑向鸽子 雄狮扑向小鹿 他们经过的地方 一切都化成了积粪 美攻下一城 除将工匠 文人 艺术家 占星术家 和战利品 拖回首都 取建设理想中的世界明珠 撒马尔罕外 其余民众 几乎全被砍头 印度的德里被攻陷后 十万印度教俘虏 在不到一小时的时间里 被全部绞死 他们的头颅 被堆成一座 巨大的金字塔 之后 铁木尔利用头颅 组建工程 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 在攻克 伊斯法汉之后 他又用七万块 头盖骨 堆砌起一座 宏伟的金字塔 在位于金爱琴海畔的 土麦耶士 铁木尔的军队 以砍下来的人头为炮弹 炮轰逃跑的基督徒舰队 花辣子摩首都 乌尔剑赤陷落后 全城被移为平地 播种燕麦 这个有可能成为 历史上著名城市的地方 突然之间变成了田野 只有那些残留的土丘 向人们讲述着 昔日辉煌的故事 在这一点上 瘸子与他的崇拜者 成吉思汗 极其相似 只是他还没傻到 将财富全部烧毁的程度 被掠夺来的工匠 开始按照瘸子的命令 在被战火烧焦的 古城废墟上 以惊人的速度 建设崭新的撒马尔汗 如凤凰从灰烬中飞出一般 撒马尔汗在不到 三十五年的时间里 从一个人烟稀少的小城 成长为拥有 十五万人口的大都市 装潢华丽的宫殿 富丽堂皇的清真寺 庄重典雅的陵墓 拔地而起 与众不同的是 城市的周围 建设了一圈 各色风格的村庄 铁木尔嘲弄的 以工匠们先前的家乡来命名 如巴格达村 大马士革村 色拉子村 德里村 晚年 铁木尔产生了远征中国的宏愿 公元1404年 他扣留了明朝使臣富安 主动挑起了战争 第二年就率一百八十万大军 开始了征服中国异教徒的盛战 大军浩浩荡荡 从撒马尔汉出发 在俄达拉 从冰上 跨过了西尔河 一场世界 主墓的大战 就要拉开序幕 然而 木空者 鬼仗志 恰在此时 瘸子铁木尔因感染肺炎 并死在军中 主帅一死 远征大军 只得灰溜溜的挽回撤 有人说 如果铁木尔懂得知足 也不会在远征中突然暴死 话是这么说 可谁又真能在春风迷醉之时 想得起及时挪走梯子 从而把春风留在人生的房顶呢 信誓旦旦的铁木尔 未能给继承者留下一个伟大帝国 也没有给历史留下足以称道的业绩 留下的只是关于一部分人 对另一部分人 盲目屠杀的故事 还有铁蹄踏过的一片荒凉 挤搓燕麦 和无数冤魂 铁木尔一死 强人之后 定是弱者的规律得到应验 几班人根本压不住阵 封建主们纷纷割据称霸 被压迫的民众也举起反抗的大旗 帝国在疾风中四分五裂 七零爬落 公元一千五百年 一伙蒙古人攻占了铁木尔昔日的根据地 布哈拉和撒马尔汗 建立了至今仍在的乌兹别克韩国 铁木尔帝国就像一颗流星般 快速划过夜空 陨落在无边的夜幕之中 但铁木尔的后代 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宗 他们动用巨大的力量 和各方能工巧匠 为铁木尔大帝 修建了一所伊斯兰风格的陵墓 陵墓坐落在金乌斯别克斯坦历史名城 撒马尔汗 这个堪称中亚艺术珍品的铁木尔陵墓 于公元一九四一年对外开放 供如知的游人 平掉五百年前的大漠萧雄 沉思云卷云书的历史 和神秘莫测的命运 令人深思的是 在铁木尔陵墓的圆顶上 至今仍赫然雕刻着一行字 如果我今天依然在世 全人类都会颤抖 当地的导游们讲到这里时 露出的是满脸的自豪和敬仰 铁木尔死了 但他的子孙和部将仍苟延残喘 其中一位名叫巴布尔的铁木尔后裔 从中亚流浪到阿富汗 占领了喀布尔和加瑟尼城 力图以此为基地 复辟铁木尔帝国 兵力有限的巴布尔 战败了就立刻逃走 几个月后又卷土重来 这样反反复复折腾了二十年 几乎一无所获 此路实在走不通 就只有去国离乡 到另一个全新的陌生的地盘上 拿生命赌博 想不到走投无路的人 会建立一个傲视群雄的帝国 而且这个帝国 以他们的思想为价值标准 这个给他们带来意想不到收获的地方 就是貌似强大 实则软弱可欺的印度 有着纯卵型的土耳其 波斯式清秀面孔的突厥王子巴布尔 入侵印度的时候 从西方租界的一支装备着火枪的军队 又将火炮排在军队前面 用牛皮拧成的绳条将炮下连接起来 以粉碎敌方骑兵的冲锋 尽管只有两万五千人 但是凭借先进的火枪和大炮 巴布尔足以在公元1526年的 帕尼帕特会战中 对付一千头战相和四倍于己的对手 他以少胜多大败罗帝王朝 从此以后 他不再自称喀布尔王 而是建立了莫沃尔帝国 并采用了印度斯坦皇帝的封号 他写道 这是一个与我们的故乡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他更美丽富饶 然后他把都城建在德里 因为这座城市是从中亚进入恒河流域的主要门户 谁控制了德里 谁就是印度的主人 此年他要粉碎了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十万诸侯联军的进攻 逐渐把政权扩大到北印度的大部分地区 使这个帝国有底气存在到十九世纪中叶 有趣的是 当这伙马背上的蛮人 以武力征服北印度的同一年 西方的神圣罗马 也被一伙被称为欧洲蛮人的日耳曼人席节 东西方两个文明中心同时骚难 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吗 我们有必要说说巴布尔的孙子阿克巴 这位公认的莫沃尔王朝最杰出的皇帝 先后征服了西方的拉杰布拉纳 古吉拉特 东方的孟加拉和南方的德干草原 使除南印度之外的整个半岛 匍匐在自己脚下 突厥人有句俗语 鱼烂头先臭 阿克巴去世后 他的儿子们很不争气 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之间的斗争 因莫尔领导人的改变和领导人注意力的改变而重躯激烈 封建筑内讧加剧 帝国的凝聚力不断下降 好在阿克巴的孙子还有些故事 他不是别人 就是被誉为杰出的建筑狂和世上最痴情男子的杀结汉 如今几乎已经成为印度代名词的太极陵 是莫尔王朝第五代君主沙捷汉 为宠妃太极马哈尔修筑的陵墓 整个建筑通体用白色大理石砌成 寝宫门窗和围瓶 都用大理石漏雕成菱形香花边的小格 墙壁用翡翠、水晶、玛瑙、红绿宝石 点缀出色彩艳丽的花朵藤蔓 光线所致光滑夺目 璀璨如天上的星辉 绝代有家人一世而独立 处立于亚木纳河畔的那个几百晶莹 玲珑剔透的身影 秀眉微醋若有所思 每天朝霞升起时 一轮红日伴着亚木纳河鸟鸟生腾的尘雾 太极陵自香梦沉汉中醒来 静谧安详 中午时分 太极陵头顶蓝天白云 脚踏碧水绿树 在南亚耀眼的阳光映衬下 更加出落的光彩夺目 黄昏则是太极陵最妩媚的时刻 斜阳西照中 白色的太极陵 从灰黄金黄逐渐变成粉红暗红淡青色 随着月亮的冉冉升起 最终回归成银白色 在月光的轻浮下 即将安睡的太极陵 清雅出尘 宛如下凡的仙女 清雅出尘